在四川攀枝花米义县的蔬菜大棚里, 种植户们正在采摘成熟的早春蔬菜。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资金的保障。 2021年至今, 有储银行四川省分行在米义县 发放支持早春蔬菜种植贷款近1亿元, 为种植户们解决前期生产资金投入问题, 也保障了菜篮子供应。 目前,米义县已成立10万亩 稻菜轮座标准化种植基地, 可实现年产出果类蔬菜45万吨, 优质稻股6万吨。